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和美国媒体称 美国司法部已经向加拿大发出了引渡孟晚舟的要求 今天孟晚舟重新到BC省高等法院接受聆讯 孟晚舟除了现任三位律师外 还聘请了来自温哥华的律师派克 以及来自多伦多的分顿 据孟晚舟的律师大卫马丁陈述 美国政府已正式向加拿大提出引渡请求 并向加拿大提供了案件记录 孟的律师大卫马丁表示 他们计划在3月6日再次出庭 这表明 他正在等待加拿大司法部长的回应 以确定孟晚舟的引渡是否会继续进行 如果加拿大总检察长决定继续引渡 孟的律师将收到一条名为案件记录的消息 孟的团队将花时间审查所有材料 法官正式指示孟在3月6日 而不是2月6日重返法庭 2月6日的听证会被取消 葫芦认为孟晚舟被引渡的可能性很大 她将面临美国的司法审判 接着 葫芦与您说说刘鹤副总理赴美 进行中美贸易谈判的事 副总理刘鹤在美东时间1月28日下午飞抵华盛顿 准备与美方展开关键性贸易谈判 刘鹤率团抵达华盛顿与美方的关键谈判 定于明后天举行 这是中美在今年1月份进行的第二次高层贸易谈判 第一次谈判是美国贸易副代表格里什率团于1月7到8日在北京展开 现在距离习近平与特朗普在阿根廷G20期间达成的90天休战协议的最后期限 还有一个月 本次刘鹤出面的高层谈判被认为官设重大 之前北京方面疑似在知识产权 政府对企业补贴等涉及结构改革方面的问题与美国谈不拢 传出美方一度取消了中方两名副部长及官员在刘鹤之前的访美计划的消息 但最终两名中国副部长还是成型 显示双方谈判有所进展 美国财长姆努钦对即将展开的中美贸易谈判表示乐观 他预计双方会取得重大进展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今天报道 随同刘鹤访美的代表团成员包括中国央行行长易刚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哲 副财长廖明 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中国外交部 工信部 农业部 商务部的副部长 美方则由鹰派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出面与刘鹤对阵 其他美方主谈成员还有财长姆努钦 商务部长罗斯 总统经济顾问库德洛以及贸易与制造业顾问纳瓦罗 如果中美无法在3月1日之前达成协议 特朗普应该会在3月2日启动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提高关税的行动 葫芦认为这将是一次艰难的谈判 尽管达成和解的可能性较大 特朗普总统目前通俄门调查和政府关门的是 使他焦头烂额 或许中美贸易谈判可以使他的国情咨文增加一点色彩 最后 葫芦与您说说甘肃武威市原副市长 江宝洪信贿赂上位的事 近期 中共甘肃火书记与其下属江宝洪副市长引爆舆论 二人同时被移送检察院 江宝洪面容交好 不仅与火书记有私情 还有报道称 他还与数十人发生性关系 2019年1月21日 甘肃省检察院发布消息 武威市原副市长江宝洪因涉嫌受贿罪 被定西市检察院逮捕 同时 被定西市检察院逮捕的 还有江宝洪昔日的上司 中共武威市委员书记火荣贵 其涉嫌受贿罪 挪用公款罪 滥用职权罪 二人一同日被双开 财新网报道 在甘肃官场 江宝洪通过信贿赂 谋求尚未早有传闻 尤其在武威 有关这位外貌出众的女副市长与火荣贵的亲密关系 以及隐秘的权力交换 各种版本和段子 在官场民间广为流传 大学时期的江宝洪 给人的第一印象 就是漂亮 她的老师和同学回忆 江宝洪身材 比一般女孩子要高挑 眼睛又大又亮 特别吸引人 是笑话 2012年1月 江宝洪离开工作10年的省维稳办 远复古称梁州的武威市 任招商局局长 党组书记 江宝洪到武威才4年多 即从副处生至手握实权的副厅级 报道还称 四年多里 江宝洪的任职履历 几番变化 每一个变化背后都透出惊心不举的痕迹与意图 而这一切 正是时任武威市委书记 火荣贵的手笔 葫芦对此感到悲哀 一个女性为了权力牺牲了尊严是毫无意义的 好了 今天葫芦就与您聊到这里 谢谢